侯友宜 洞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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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佩祥 洞蒜 林佩祥 洞蒜 天氣大好将近5000名支持者 涌进现场高声呐喊洞蒜 力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进入总统府 立委参选人林佩祥进入立法院 林佩祥 洞蒜 林佩祥 洞蒜 佩祥 林佩祥 洞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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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联合竞选总部主委的 基隆市长谢国良 肯托大家总统支持侯友宜 支持蓝白河 立委票投林佩祥 让中华民国台湾和基隆持续发展 请大家全力支持林佩祥 一定不会后悔 一定会做得非常好 那国良也会跟他如同兄弟一般 一起携手努力 替我们基隆市的民众 打造更好的未来 大家说好不好 支持我们侯友宜来竞选我们的总统 大家说好不好 但是只有国民党 我也都说了 这一次要独自胜选 恐怕并不容易 所以在场的我们的相亲好朋友 我们也支持 继续支持我们蓝白的合作 唯有这一次能够团结在一起 才能够下架民进党 大家说好不好 立委参选人林佩祥强调 他当选立委将全力支持 谢国良主政的市政府 也会为基隆人争取更多预算和建设 特别是国道通勤客运的改善 让我一起帮你忙 把我们的家 未来的基隆市变得更好 变得让世界更喜观 大家说好不好 所以佩祥知道说 现在我们家人就很需要中央主案的倒茶缸 也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跟你们的鼓励 所以佩祥知道 我如果是进入立法院的时候 我就代表家人在基隆 在立法院代表基隆的声音 把我们的需求讲出来 大家都通过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亲自到现场 拜托支持者 让侯友宜当选总统 林佩祥当选立委 国会立委一定要过半 我们市长需要他 将来我们的侯友宜总统也需要他 有了林佩祥当选 就让我们的基隆 太多太多需要改变的事情 能够结合我们最优秀的市长 年轻的市长 年轻的林佩祥 跟我们的侯友宜总统 一起来改变基隆 大家说好不好 包括国民党基隆政坛大佬 前市长林水木张通荣 以及前立委徐少平 前议长蔡旺廉宋伟丽 以及现任副市长邱佩玲 和国民党籍现任市议员 里长及各界地方重量级人士 都到现场站台相挺 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也到场致议 工作工作工作 前来上台助讲的 国民党前副主席郝龙斌 中广董事长也是名嘴的赵绍康 以及立委 陈玉珍 王宏伟 李德维 曾明忠等人 更是带动现场气氛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 压轴登场 亲自肯托 他当选总统 才能让台海安定 避免战争发生 也将力挺基隆建设发展 更将清查弊端 还社会公平正义 台湾的安全 以及是全世界重视的问题 我们不能忽略 林靖堂执政这几年 激临战争边缘的台湾 我们要守住两岸和平 让台海安定 台湾安全 世界最安心 肯定愿意 付出新的一个作战的三地策略 这就是侯友宜 大家对方爱信心 爱向警察 和台湾安全守护一切 侯友宜 这就是基隆人的力量 激临人改变台湾 让贪污腐败的民进党 一个案子一个案子 我们把他查出来 还给林民一个公平的正义 侯友宜 配偿一起共同来实践 让基隆出方 改变台湾的号杂 从北台湾的北部 最北端 激人来改变 大家到底行好吗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